朋友大家好,我是羽衣之兔 那之前我们在那个影片上面有说用 电脑版的程式方面 然后让动图然后变成影片的方式 然后帮在Live变成会动 那我们今天要教的是手机版的部分 首先我们打开我们的Play商店 去搜寻一个PIC 然后会看到这一套软体 然后接下来我们必须要下载一个动图 那你可以用浏览器的部分 或是之前我们说的那个耳器的部分都可以 那你就浏览器打开 那么你就直接在Google上面输入QQ表情 或者是动态图片 或者是你想要用Live之前有一些商店 它有Live的图片 那你也可以下载下来 然后做所谓的这个动态贴影片一样 那么我们回到刚刚这边来 首先你就是下载一个 你喜欢的图片 然后把它储存起来 你可以选择一张两张三张四张五张都无所谓 OK 那么我们打开我们的这一套软体 然后使用自由拼贴的部分 然后加入图片 然后可以选择 就是选择我们刚下载download的部分 那这边有四个动画 那我们就用四个动画来 然后这边有个勾勾 那你就会看到这些有 那四个动画的那边 你看会动 那么OK 然后我们再使用 你可以加入文字 可是它这个软体唯一的坏处就是 它没有办法选择字体的 就是不能让它搞怪 有一些人会使用搞怪的字体 可是它没有办法使用搞怪的字体 因为它都是英文 所以中文字它的部分 那是没有办法搞怪 可是它一样是 最基础的换字体的颜色 跟字体的背景都有 那记得要打勾勾 要不然就没有了 好 就这样子 然后就按完 它还有一个 小贴的话 它必须都是你要看它的广告 它有免费的跟付费的 那免费的话 你就是要看它的影片 然后 就可以去免费下载 那一样 就随便 OK 这个只是示范一下 然后一样就是完成 完成之后给它储存 OK 那我们打开我们的LINE 然后搜寻一下我的兔的备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图片 选择要选 在LINE里面你要按选择影片 然后看哪几次或是一绿 随便都可以 然后找到我们刚刚这边的 然后点它 然后你就会看到 它就会动了 那你也可以是单一加字体 那你也可以很多个 然后拼接起来 然后你也可以去说换背景 因为我到那时候没有去换到背景 你也可以说 觉得背景不好看 你也可以去更换背景 比如说我要蓝色 或者是爱心什么的都可以 那么也可以 你就自己去选择 去设计自己属于自己的动态的影片贴图 那今天的教学就到此结束 那谢谢大家 那也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 鱼翼之兔的影片 多多留言分享 或者是说 订阅 那就谢谢大家啰